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来看中正区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昨天傍晚在北都饭店举行 副会首长及地方名代都亲自出席参加 表扬模范母亲也感恩母爱的伟大 母亲节快到了中正区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由中正区公所筹备在北都饭店温馨举行 包括市长张通龙和夫人赖瑞芳贤抗力 市议会议长同时也是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黄景泰 以及中正区市议员蓝敏黄和吕美玲 信义区市议员陈东才以及中正区的里长们都亲自出席参加 并且逐一表扬中正区个里的模范母亲代表合影留念 市长张通龙和议长黄景泰除了恭喜模范母亲代表之外 也感谢所有妈妈们对家庭和社会的付出以及贡献 今天特别来主持我们中正区103年度的一个模范母亲表扬 我们中正区总共有26位 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原住民的 我想这些模范母亲都会非常了不起 由我们各里的里长 林长 社区理事长 给我们中正区的议员共同来推荐我们这些模范母亲 我想这模范母亲每一个对她非常好的一个所谓家庭的背景 我想我们模范母亲在家里要当我们的保姆 要当我们的清洁工 要当我们的厨工 要当我们全家健康的一位守护者 所以模范母亲非常了不起 现在的妈妈是万能的 要当厨工 要主持的 要当七成工 家里所有打扫席都是妈妈一手包办 要当老师 陪着小孩子念书 要当护士 小孩子身体不舒服 要全程照顾 现在我们的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天底下的子女一定不要辜负妈妈的爱 妈妈只要看到子女健康快乐成长 就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黄景泰祝福普天下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爱你 而在市议员陈东才陪同下 民进党市长候选人林又昌也私下到场和每一位模范母亲代表 以及家属握手致意 恭喜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打赏ском诧后